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叫五桂立 我本身正式是一个发型师 我宫如是一个武士 我发型屋的同事经常问我 如果我这样打一拳 你会怎样挡 譬如你在做一个客人的时候 我在后面踢你一脚 你能否避到 当然全部都是说笑形式 但也有一两个同事很有兴趣 就跟着我去拳馆打拳 我上班期间 我会用一些泳春的理论 放松肩膀 用一个掌底的力量去工作 反而令我没那么辛苦 我以前一天做10至15个客人的时候 我的肩膀有时动作可能很大 会很累的 回到家又要粘食 又要塗些药膏 整个人很累 但当我学完泳春的时候 他们的核心理论 就是放松肩膀 不要用力 你用一个掌 我就变了吹头的时候 迷一点掌 就不要那么大动作 反而我回到家是舒服了 有时候有些冲突 譬如我打比赛日子 撞正我要上班 因为始终我回发型屋 星期六和星期日 是比较忙些的 但是很多时候的比赛 都是星期六或者星期日 我就会尽量先走 星期六是最忙的 那些星期六的比赛 我就尽量不参加 我就退而求其次 找一些星期日的比赛参加 还有我会预先安排 跟一些客人说 我两个星期后 或者三个星期后 我那天没有空 不能上班 但是我都未必会选择 跟他们说我打比赛 因为有些客人未必 未必接受到 始终觉得打拳好像很暴力 上班和工与打功夫 拿一个平衡 我没有刻意去想 如何去平衡 但是我相信 只不过是 我打拳的时候 我专心点打 我不要这样工作 我上班的时候 我专心做好我今天做头发 我不会这样打功夫 我很少会在 不适当的时候 想回不适当的东西 我回这么久 这一行 我其实都一定有压力的 减压 我觉得最重要是 工与真的要有一些不同的活动 跟你工作的性质 要完全不一样的 譬如我做头发 我下班 我尽量不要碰头发的东西 我觉得 其实所有人都是 上班 只是说下班 为什么很大压力 是因为他下班 还在想上班的东西 一天24小时 都在想工作的东西 那这个不其然就会有压力 其实我本身的理想生活 我一定是想工作和公园 所有东西是分开的 我不想有任何重叠的时间出现 我不想把上班和下班的 生活节奏很相似 我想下班的时候 是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 放松一点 放松一点 我现在很享受我 我现在生活着的节奏 以及我现在的生活模式 我找到一个我自己喜欢的职业 我自己一个兴趣的职业 以及我工与的时候 也找到自己的兴趣 因为不是很多人 是可以找到自己的兴趣 或者找到一份自己喜欢上班的工 但刚好这两个我都找到 我要不要到天啊 我今天也算好了 那而是脸 の letter begging我 There iso 拿到简单